这次说一个特别好玩的技术 就是小白鼠醉酒实验 就是酒起用小白鼠实验来做出不上头的酒 我说说这个实验过程 一共四步 第一步叫小白鼠翻正反射实验 为了好理解 我管它叫白鼠翻度 具体的做法 举个例子 看图 这是正常的小白鼠 给它灌酒 然后呢 它就翻度了 那过一会就醒酒了 把这个过程用50度的醇乙醇 和50度的白酒 分两个阶段来做实验 第一阶段是正常小鼠给它灌胃 这个过程呢叫醉酒 就是从喝到醉 那这个时长肯定是越长越好 就是喝的越长 翻度越晚 说明越不容易醉 那用分式表示 分子呢 是50度的醇乙醇 分母是50度的白酒 两种灌的一样多 如果灌醇乙醇 从正常到翻度是10分钟 灌酒也是10分钟 那10除以10结果是1 那表示乙醇和白酒 醉酒的程度是一样的 我们再看从翻度到正常 就是醒酒时间 那这个时间呢 那这个时间呢 醒的越快 越短就越好 如果乙醇和白酒 醒酒时间都是10分钟 那分式计算还是等于1 说明醒酒程度一样 那把两个值加起来 就是1加1等于2 用2乘以50呢 是100 100这个值 我们用百分比 做单位换算 就是百分之百 如果得到百分之百 说明 醇乙醇和白酒的醉酒程度 是相等的 如果超过百分之百呢 说明白酒 比醇乙醇更容易醉 因为醇乙醇的醉酒值 是恒定的 而白酒不是 不同的工艺呢 会出现不同状况的酒 这就是白鼠实验之后的 第二步 设算式 有了算式呢 到第三步 成分分析 就是把白酒里 除了乙醇和水之外的物质 分析出来 看这些物质 对醉酒的影响程度 把容易醉的 对身体不利的成分 分析出来 之后到第四步 就是反推工艺控制 也就是在制造工艺里 找出来 是哪一个环节 产出了好或者不好的物质 那么就去控制它 懂白酒 上白酒院 会出了一位 小井 躁 甚至是